高雄街頭則是流行一種特色小吃鍋巴變成的主角 烤到金黃恰恰之後再包向牛豬內餡 外觀酷似米漢堡 這被稱作是土匪鍋巴 把泡過水的泰國米在烤盤上煮 直到生米變熟飯再繼續燒烤 烤到略帶焦糖色的鍋巴出現才開始鋪料 青菜酸豆角蛋層層疊上 最後把另一半的飯折過來 眼前這個明報就是超夯的土匪鍋巴飯 因為我覺得最近好像蠻多這種 抖音中國美食 我也是看到人家說有鍋巴飯 因為我也住附近 然後就想說一定要過來吃吃看 我應該算第一項技能 愛的就愛嘛 不愛的就是不愛 因為我的口味有的東西不太 就是會辣 就是我們當地的口味稍微的改良 老闆娘是陝西羌族人 土北鍋巴是家鄉小吃 來台後他把故鄉味帶過來 沒想到第一步用來製作 土北鍋巴的機器竟然有問題 我發現烤盤不夠 然後去做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那個是鐵杜心就是不能用 知道之後就烤盤扔掉重新開磨 見到金黃恰恰包進牛肉豬肉等各種口味 光色澤就令人食指大動 上次是吃牛肉啦 今天是想說嘗試一下他們的主打 顧客一吃成主顧各種口味都想試 這位先生一拿到手迫不及待咬一口 老闆有說過說他做好之後 建議儘快吃 放久一點的話會比較硬一點點 至於為何取名土匪 相傳中國解放前有土匪去搶劫 臨走前聞到了鍋巴的香味 竟然放下所有金銀財寶只搶走鍋巴 從此土北鍋巴因而得迷 隨著網路發達也在台灣打出名氣 成為不少人躍躍欲試的特色小吃 記者呂昭雁許重溫高雄報導 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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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